我們中央對地方建設是絕對不會打折的 陸偉高台上那20顆五彩冰湖的氣球 飛越在這美麗的台東聖地 這個好山好水啊 我們絕對永遠讓它繼續保持下去 這個主人就是我們台東縣黃縣長 我們是不是請我們熱氣球的領導者 我們黃縣長上台陸完講句句話 曹總統 江院長 葉部長 花蓮副縣長 立法院各位委員 各位長官 各位貴賓 台東的鄉親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 2014年6月28號 是一個值得慶賀的日子 台東人期待多年 花東鐵路電氣化完工 富雅馬通車 終於讓台東擺脫 全國唯一沒有電氣化鐵路的縣市 我要特別感謝馬總統 在2008上任之後 就積極來重視積極推動這個案子 我要感謝行政院 在2007年 我提出採購新的列車 行政院也編列了106億 採購17組的這個新行鞋式列車 我要感謝交通部 2008年 我在立法院總職群要求 縮短新年的公期 交通部排除困難 也終於才能夠在今天提前封車 我要感謝台鐵局 同意讓台東縣政品 來為新列車來舉辦命名 也才有浦雲馬號 今天的浦雲馬號列車 我也當然要感謝鐵工局 所有的同仁 我們的工程團隊日以繼夜 來排除很多的困難 來完成這個艱鉅的工程 讓台東人可以便捷回家 終於這個願望可以兌現 馬總統不只一次在台東 為著我們的交通建設落後西部 來表示歉意 我想不用跟西部比 我們看宜蘭 東部的宜蘭 雪水通了之後 老早就是到台北的一日生活圈的範圍裡面 就算跟花蓮比 台鐵現在每天從台北發的車到花蓮 平日一天有36班 這個當中只有11班 接著會到台東來 假日有44班 台北到花蓮 然後接著只有15班 會到台東來 我知道花蓮的人口 遊客數都比台東多 但是是多1.5倍 不是多3倍 所以可能台鐵一直沒有搞清楚這一點 我從98年12月 我裴總統在玉里 參加這個鐵路電氣化的動土典禮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台東的遊客量 已經成長一年兩百萬 已經成長了百分之五十 但是大家剛剛聽到 台鐵告訴我們 鐵路電氣化完成之後 它的運能最多可以提高百分之四十 我們的遊客量已經成長了百分之五十 我們等待了這麼久的火車電氣化 現在把運能提高了百分之四十 所以我必須講 我擔心的是 鐵路電氣化完成之後 那個需求 運量需求不足的現象 可能比電氣化開工的時候還更大 所以無論如何 這個最後一抵路 我真的要代表台東的相信 跟總統 跟院長跟部長來請求 讓普雅馬號列車至少要有幾步 是不停花蓮 可以直接到台東的 好嗎 這兩年 光是在看到民眾 在我的臉書 在線民信箱 在1999 反映買不到車票可以回家 那種那些埋怨 那些陳情 真的很心酸 所以我想 國民黨政府是最挺公義 最挺台東的 我們希望真的 這最後一抵路 這樣的美意 一定要讓台東的民眾來感受得到 接續下來的 交換部要推動的 今年 南迴鐵路的電氣化也好 我們花東的全線雙軌化也好 希望都能夠盡快的來推動 我們台東政府會跟過去一樣 全力的來支持 祝福普雅馬號通車平安 與各位所有的長官 和我們的幸運 幸運 健康 快樂 謝謝